我觉得研究室不应该搞个人英雄主义 成果是大家的 就像您说的 许许多多研究员都为研究华付出了 所以我觉得您去最起码现阶段不合适 孙老师 这件事情您还多担待 国外那边的对接人员 稍后会跟你联络的 黄总 我觉得您这个决定 是不是做得太仓促了 你是在质疑总公司 还有 周小山的辞职申请 我们已经收到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研究室这边 再争取一争取 公司正在用人知己 我们爱才西才 不想就这么白白地浪费 一个优秀的研究员 家妮姐 他们凭什么不让你去参加会议 你听谁说的 你不是刚开完会吗 现在全实验室都知道了 他们这么做不公平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我尊重公司的决定 孝目你是带头人 你和周小山是他自己 莫名其妙的分手辞职 还有郑宇和李淬仁 本来就互相有意思 凭什么一出事要赖你啊 好了 你先出去吧 我想亲一下 朱朱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 你有事吗 周小山的辞职报告 本来是压着不让网上报的 是不是你像总公司告的上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听不懂 你喜欢周小山 你从知道人家和嘉宁姐 好了以后 你就一直怀恨见心 现在可跟你呆着机会了是吗 不是吧 到底什么呢 谁喜欢周小山了 你别装了 长眼的都看得见 你每天恨不得天人家身上 先笑笑 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别到时候落得一个 求佳宁管教下属不当的口舌 谢谢你的皮鞋 我会好好教育我下属的 走 佳宁姐 你为什么怕这种人了 我不是怕他 记住了 不是谁都有资格 做你的对手的 佳宁 你说谁呢 说你呢 朱朱朱 算了算了 别生气了 成口舌之快 有意思吗 佳宁姐 肯定是朱朱告的状 绝对是 不管是谁告的状 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妈赢了他 能改变什么 记不记得当初 你爸出事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越是在低谷的时候 也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别让人笑话 对不起 佳宁姐 我刚刚太冲动了 我刚刚太冲动了 别说对不起 我知道 你是替我打拨不平了 我没事 提的刚回国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学术不断 被开除的名声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有你 有孙老师 有大家支持我 信任我 这就够了 我们会永远支持你 谢谢你的 谢谢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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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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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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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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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可以得到中厂物一号了 这样的话反应步骤缩短一半 也避免了在生产七号的过程中会使到十五 十三号这些比较昂贵的原材料 污染物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夏宁 我记得我们讨论过 这个方法的关键就在于一定的比例和高温高样 所以我们需要进口国外的高质量 高密度的这些反应容器 但是这种反应罐的价格是国产的十倍稍微 这样不仅会大大地增加成本 而且就这个反应所说的 合适的比例 温度和压力都还不稳定 所以你怎么能证明它可行呢 首先反应罐是一个长久之力 虽然短期增加了成本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 工艺步骤缩短一半 人力和物料成本减少了最少百分之二十 而且流程少 出错率少 事务成本也最少降低百分之五 污染物处理成本也降低了百分之十 这样的话总成本降低了大约百分之三十五 而反应罐一批至少可以使用十年 平均下来每年增加的成本还不到百分之十五 整体算的话总成本还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呢 但是关键的这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比例 合适的温度和压力呢 而且这个反应的得率是否稳定 你这些都有把握吗 之前还不敢说 但就在前天 我终于释出了合理的比例 温度和压力 得率也能稳定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天哪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 我们立刻准备实验 大家站起来 走吧 我离开你的世界 就一生在你眼里 视而不见 无碰硬 yang bater 你迅速和 maki 好 太好了 在我昨天 问着我阻止 说 再见 我给的爱 爱到飞摊 我只演tir 我给的爱 我给的爱 手上去 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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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停 好 那不错 哥 你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 哥 这都半个月了 你天天赌 赌够了没有 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你让我赌吧 我只有在赌桌上 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如果一个人待着的话 我害怕我会失去活着的动力 我 扎叔 我今天来是想求您一件事 那 放过我哥吧 放过他 我哥现在活着 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我放过他谁放过我呀 再说了 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 是他自己不放过他自己呀 可是他现在心根本就不在这儿 您留着他没用 你想好吗 如果我放了他 你怎么办呢 传叔 你怎么突然这么 我放了他 你们就永远不可能了 你喜欢他 你爱他 对吧 他是香蓝小姐的 我不敢妄想 怎么不敢 他能爱上邱佳宁 就能爱上其他的女人 茉莉 你跟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人哪 留住朱小山 不要被他的一时痛苦所心转 等这段时间过去了 小山 还是你熟悉的小山哥呀 我怕他熬不过去 再说了 我为了培养他 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金钱 多少精力 这笔债该怎么还呢 他签的我还 你还 小莫莉 你还不起的你 扎叔 我还年轻 我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给您当牛做马 请进 齐老师 这是从周小山宿舍发现的 我想了想去 还是交给你吧 那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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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实验室的合成结果就要出来了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走 走 走 等一下 西湘 你还信这个啊 怎么样 孙老师 程默默 是 老孙 你们自己看看 没有 醒不醒你给句话 你们是谁看看呀 我不敢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佳妮姐 我们的实验 成功了 对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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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我们的吉祥物 是你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数块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名字 谢谢你 成功了 成功了 你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 出来透透气 我们去吃饭吧 走吧 那 那先上去拿衣服 冷 石头哥 你是不是因为佳妮姐不能去参加大会 不开心啊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个办法给让佳妮姐去 是吗 那你说说 不过 要是佳妮姐去了 你就没法去了 参加科学大会一直是你的梦想 你真的愿意把这么好的机会 让给别人吗 去不了科学大会呢 我的确会失落一阵子 但你得这么想 是佳妮的加入 让这个实验有了很多新的进展 她无数次地让实验起死为生 所以去开会的资格 本就应该是属于佳妮的 你还记得我之前 对佳妮姐的实验动手脚的事吗 怎么会那么幼稚啊 我当时只是一股脑地 想把你所有的见证对手 都给你挤掉 但是我忘了 这么做其实是对你的一种侮辱 你的确是心高气傲的 但你更是高明磊落的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我还是不太懂你 不 那你能说到你有办法让佳妮去 就证明你已经想到这层了 所以你还是懂我的 晓晓 你真的成长得很快很快 那我要再给你做一个求生预测试 你说我成长得很快很快 那你是喜欢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你 只要是你 我都喜欢你 所以我及格了吗 连钱及格吧 赶紧收拾你的想法 可以 秀嘉宁啊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你 每天每夜我遇见你 遥远未来的你我 你陪在我身边的时候 能否有你的拥抱 爱情来临的时候 爱情来临的时候 如果能让我知道 相信有一天 你微笑出现 会给我最美的一切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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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你 如果爱为我强弱 我爱为我强弱 小心火 流远在我心中 一种温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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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到了 我就知道 你可以的 可为什么我最喜欢你的时候 不在我身边呢 你真的出现 我相信会和你遇见 如果说 人群中遇见你 家宁啊 我一直都在 没有离开过 爱情离开的时候 不要放开我的手 我也是梦的一天 你真的出现 我相信会和你遇见 专利申请在上周已经递交了 临床实验的批文预计 在下周我们可以拿到 之后就可以全面展开 临床一期的实验工作了 孙老师 您这边和大会的 对接情况怎么样 黄总 我这儿有一个突发情况 想要跟您汇报一下 我们负责的领长类实验呢 外包给了广东一家公司 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广东 出一趟长差 时间刚好和科学大会的时间 重叠了 所以 您的意思 科学大会 您去不了了 孙老师 您想清楚了吗 去科学大会对您来说 是一次面对全世界展示的机会 广东那边不能让您的研究员去吗 黄总 其实在跟您汇报之前 我已经抉择过了 广东那边我还是决领亲自去 所以科学大会的事情 我想还是交给乔老师 其实在王老病岛以前 乔老师就在附加的名单当中 而且他在那边求学待得比较久 比较熟悉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最佳的人选 那就依照孙老师的意思吧 小老师 希望这一次 你不负公司众多 我会全力以赴的 孙老师 孙老师 喂 姜先生 广东那边那么着急吗 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不觉得可惜吗 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 黄总是不会同意让你去的 除了王老 你是跟这个项目醉酒的人 你比我更有资格在那个舞台上 向全世界推荐原计划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 不太喜欢你们这些海外 过来的研究员 因为海外回来的 都喜欢发表论文 其实是这样 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呢 获得了一个全额奖学金 赴美山道的机会 但是我放弃了 因为家里太穷 奖学金是可以解决我的学费 但是生活费怎么办 我们家拿不起 所以我就看着那些 不如我的同学出去了 然后回来以后 倚仗着在我国外留学的学历 在高校里 姚生一变成了我的上司 所以我就特别不开心 于是辞着职就跟着王老看 但是你的出现 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 最近孙老师总夸我啊 是你用实际行动 让我觉得 我的这种偏见是错的 其实人无论是什么背景出身 我认为决定他高度的 一定是他的实际行动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 孙老师 你现在是什么 我认为决定会 我给你们学习了 明天我就去科学大会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佳宁 这次国外的科学大会 我们科医名额给了我 我们又可以并进作战了 欢迎您加入原计划战队 那里跟我们这边十三个小时时差 但是呢我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会开机 所以有急事 立刻给我电话 师傅 你能去几天啊 再点五天吧 那五天都是商务会议嘛 小欣欣 想让你师傅带东西直说 对啊 想带什么直接说 别扭眼睛接的 我是想让你帮我带东西 不过不是带回来 是带过去 不是违禁品吧 不是 帮我交给莫莉 帮我交给莫莉 里边什么呀 这是我们女孩子的小秘密 你别偷看 这是我们女孩子的小秘密 不是违禁品吧 不是啦 行吧行吧 勉强帮你带 您好 我是邱佳宁 我们已经出击场了 您在哪儿呢 您好 邱小姐在这儿 在这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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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小姐 我是这次科学大会 负责接待你的专员 我姓蒋 我叫蒋继波 您好 我是邱佳宁 这位是景医生 您好 邱大师 您好 欢迎二位 来 我帮您拿 谢谢啊 小姐姐 谢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 一块吃饭去 还有点时间要帮我们去市厂厅给你们 好 等我一下 我拿包 这儿人挺多的 场地在哪儿 宁 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教授 怎么认识 就是 我们进去吧 宁 你为什么这么快离开了 我们刚才联合了 现在什么情况 他想找你麻烦吗 他就有哈利教授 这是宁 我最高兴的工作人员 虽然她欺负我 我也很高兴 认识了这么高兴的研究人员 但是哈利 我听到 船船的 船船 船船 是正向你 更加有趣 她就去那儿 他们的工作 就会突破了 很高兴听到我曾经的老师 对我的认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哈利教授 除了教会我科学知识以外 更重要的是教我如何做人 并且身体力行地让我明白 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教授 我应该谢谢你 至于研究方向 能够跟哈利教授一样 我觉得非常地荣幸 三天以后 在这儿将决定 举行原计划全球发布会 到时候 也希望哈利教授 能够到场 跟我们一同见证 这个重要的时刻 再见 你会在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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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尼 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能采访一下吗 你是如何掌握 这么多门预言呢 记多不压身吧 快尝一下 按照你的要求点的 热的有汤水 所以没有支持 怎么样 嘉尼 这一路能够由你陪伴我 实在是太羡慕了 我对你又有了更多的认识 太夸张了吧 客气准备 客气准备 我打算了 好 好 那么 我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吗 约翰列农三岁被父亲抛弃 之后他母亲觉得照顾不好他 就把他送到了姨妈家 妈在这首歌收录在皮特市 解散之后的 他个人第一张传记里面 哇 谢谢 谢谢你 让我想起了被抛弃的感觉 这首歌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怎么能任何人遭遇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手 刚才那首歌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你妈了 佳妮啊 这么久过去了 你还是无法面对 你到底要逃避到什么时候 去找她 跟她解释清楚 不要让这个阴影影响你的辈子 字幕志愿者 我想请问你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跟我说这番话的 等我进去 干什么 放手 放手 不放 就假的 有些人一旦错过 那就是绝别 这边 你们要找的莉莉 是不是莉莉桃啊 是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在客房部 都这么大年纪了 好的工作都被年轻人做了 老板看他可怜 就问他愿不愿意 做保洁的工作 那他过得好吗 都这么大年纪了 就是混口饭吃 莉莉桃 莉莉桃 有人过来找你啊 好 朋友 你过得还好吗 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妈 你过得还好吗 你刚才见我什么 妈 你可能不知道 六年前我来找你的时候 是我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肯认我 我心灰也不肯认我 你不愿意了 甚至有了想死的念头 我认为你作为一个母亲 真的失败至极 我当时恨透了你 可是现在 我也拥有过一段 可能在别人看来 有点莫名其妙的感情 我就理解你了 我爱的那个人 他有着复杂的背景 有沉重的包袱 他甚至跟我分手的时候 跟我说 他其实并不爱我 我只是别人的影子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让我重新 再来一次的话 我依然会选择爱上他 因为是他让我知道 爱一个人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是你后面那臭小子吧 写讲心里话 之前我做了许多 你们无法理解的事 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也不后悔 我知道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的话 你依然会选择跟爸爸离婚 跟那个不靠谱的男人走 你依然会选择 然后你又开始调整 你干什么 你不肯定 我不是在哪里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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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上来 让我知道该如何去爱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所以你就 勇敢地去追求你想过的生活 哪怕我不在你身边 我也永远是你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身边说什么 回来一个月 我每天都会梦见你 梦见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家娘 我想你了 很想你 赵好珊 我发现 我好像不是很了解你 要在一起的人是你 要分手的人也是你 要辞职的人是你 现在又来找我的人 还是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回来这么久 我想通了一件事情 我爱上的人是你 是邱嘉宁 从一开始就是 如果你这些话 能早点说的话 我一定会开心死的 前几天 新的合成工艺 演发出来了 我哭了 大家都哭了 我以为 我可以跟以前一样 理性地面对很多问题 但结果 爱情这种东西 比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实验 都要难 你知道吗 你走了以后 我一直说 不恨你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其实 我恨你 愿你 甚至经常会想起你 可是哭过了 恨过了 我发现 那段感情还是留在心里比较好 可是我还爱你 我不敢想象没有你的日子 我该怎么过下去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过得有多痛苦吗 记住着所有 记住着所有 你想把它留在心里 可是我想让这一切延续下去 家娘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 在你 有些事情 一旦错过了 就很难再回来了 就在那群山后面 终点不会太远 有你在身边 只有熄年 也许曾经迷失在黑暗的角落 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 但如今我们高声唱着属于我们的歌 我想对你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孤独的场 前方的路在蜿蜒里有我的肩膀 张开我手中小心握着 那绿绿的火花 温柔 寂寞的所有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孤独的场 前方的路在蜿蜒里有我的肩膀 张开我手中小心握着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孤独的场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